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你我家圆 欢迎收看11月23日星期五的大台中新闻 大家去日南社区活动中心新建制 已经有30多年的历史 但日前被发现整栋建筑物不但是违建 还被检测出海沙屋 耐震系数严重不足 为了确保社区民众的安危 在地方的争取之下 市府配合前瞻计划补助 编列2000多万元的经费 将重新打造地上两层的社区活动中心 并结合B级长照据点 让社区长辈都能够得到完善的照护服务 大家去日南活动中心 过去一直是社区长辈的关怀据点 不管是成果发表还是健康促进等等 都在这里举办 但日前却被发现 整栋建筑物不但是违建 还被检测出是海沙屋 幸好在地方多年争取下 市府决定要打造一座全新的活动中心 发现到我们这座活动中心是违建的 那必须要去补造的时候 竟然发现它是一座海沙屋 那基于安全的问题 我们争取到我们台中市 大甲区日南社区的一个长照的小规模 多基的活动中心 市府表示 日南社区活动中心新建 已经有30多年的时间 考量到耐震气数不足 为了确保社区居民的安危 特别配合前瞻计划补助 编列2000多万元 打造地上两层的社区活动中心 并结合V级长照据点 让社区长辈都能得到完善的照护服务 創一个外中心 让很多事大人都能来这 再来长照这部分 也能来利用这个设计 所以割到中央的部分 中央营入这个前瞻计划 看着我们的家伙觉得很好 所以就能割2000万来这里 未来提供给这些所谓失智的老人 或者一些需要照顾的老人 让他的家属可以透过这个中心 把老人暂时可以放在这个地方 让专业的人士来给予协助 让这些家属可以有喘息的空间 师傅也表示 全新的活动中心占地一共100多坪 预计最快明年年底前就可完工 届时也将提供给社区长辈一个完善的照护服务